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讲第十二讲 职业生涯发展第一部分 这里我们分三个章节来谈 第一个是职业生涯的含义 及重要性 第二是未来职业发展的趋势 第三是职业生涯与人格的类别 我们首先来谈职业生涯的含义跟重要性 它的含义在1950年代的时候 职业发展的Vocat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 是以重视职业的选择 及如何将个人的人格特质 以工作条件配合 到1970年代就是开始重视了组织的人性化 将人的工作 遗忘 世纪及人生的职业生活等 把它注入企业的组织策略里面去 故渐渐变成说职业生涯的一个发展 那职业生涯发展的含义 我们在谈说在现代的企业中 对个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要负责来规划 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自己的知识 技能 能力 兴趣 价值观 看家本领等等 更需要对职业的选择来了解 以便来制定目标 完善地规划职业生涯的发展 那当然企业部分也必须提供组织的发展目标 经营策略 能力资源的计划等 来协助员工做好自我的评价 训练 发展等等 那当个人的目标 与组织的目标确实结合起来时 这就是说职业生涯的发展 应可看作说满足企业的管理者 员工 跟企业本身三个重要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我们当前我们文官制度里面的体制 高级文官的生涯发展 欠缺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划的蓝图 致使高阶文官的培训制度 未能以个人的生涯发展产生连结 进而限制文官培议的成效跟影响范围 从欧盟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 高级的文官的发展的这个系统 主要来自于升迁的政策 就是promotion policy 还有是一个是流动的政策 mobility policy 以及生涯的路径 clear pass 这三部分来进行 这三部分就是制定的明确的规划 以及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将有助于提升文官的这个流论 以自我充实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动能 那第二我们谈到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那我们可以谈有几个项目 就是说要建立一些双方复兴 复助的承诺 那第二会有助于培养个人未来 需求以期望的职业的职业观 那第三就是说 减少一些招募培兴的人事成本 维持一定的人力素质 那第一说提高工作的意愿 提升组织的效力 以达成组织的目标 第二呢 协助员工达成组织生涯规划的一个目标 那第二呢 透过这个组织学习团队 这个互动的合作 用沟通 共识 分享 学习等等 可以提升员工的知识及技能 及智废 最后是谈到 落实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 可以达到流才的效果 所以职业生涯规划最主要是 我们找到合适人才 让他留下来 替组织来工作 那个人部门也实现他 工作生涯的一个规划 让他能够得心应手的来工作 享受一个工作的一个乐趣 那第二部分我们谈到 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取势 那当然全球化 已经是没有办法抵挡的一个趋势 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一些经济 文化 社会 自然环境 传染疾病 卫生安全等等 这些变动机可能会产生冲击 所以变成说 劳工的模式 劳工工作模式 或是产业结构的一些调整 还有一些劳工分工等等 会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传统的行业逐渐推出市场时 一些新兴的行业 也撕破如足地 进入潜力无穷的市场 也催生了一些新的职业的到来 总体研制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趋势 也呈现下面的特质 第一 新的职业的种类 存出不穷 传统职业种类减少还迁移 我国的制造业产值 占国内生产毛额 就GDP的比例 由1986年的30.4百元比 降到2001年的25百元比 相反的服务业 占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元比 有61%提升到78% 但是到去年估计 大概已经到达了70%左右 所以服务业也就是 带来的一个新的职业种类 也在地震中 也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 一些就业的一个机会 那这些服务业的有一些项目 大概有12项 那我们来逐一的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就是说第一 商业性的服务 第二 通讯服务 第三 建筑服务 第四 销售服务 第五 教育服务 第六 繁金服务 第七 金融保险级服务 第八是健康级社会服务 第九是旅游级相关服务 第十是文化娱乐级体育的服务 第十一是交通运输服务 第十二是其他的一些事项的服务 譬如一些寿生美容 还有殡葬业的 那依据上面 12种的大的业别里面 但是我们有一些目前的行业 就不动产的服务业 有土地固价室 还有一个地震室 还有记账室 还有人力中介服务 还有保险服务 视听服务 演技服务 网络服务 废弃物处理服务 投资理财的服务 健诊服务 导游服务 餐饮服务 KTV服务 健身服务 创除物流服务 瘦身 美容 葬礼的服务 代客驾驶 因为现在多久不能开车 所以也有流行一个代客驾车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暂时先在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 那第二项呢 我们固定职业职位 日益的削减 能力派遣业务的快速发展 这现在是一个高科技的资讯时代 固定的真实员工 不能有效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又组织又基于能力成本的考量 加上有了一些新的生产方式 经营模式的创新 许多传统固定式的职业 已经被那个临时人员 专业分包 能力派遣 及个人工作室 还有一些服务的咨询等 来期待 那我们谈到人力派遣方面 是一个新兴的工作的形态 比如中大型的一些企业跟外商公司 会用一些派遣模式的服务 既有总机客服 电话行销 助理会计 专专业人员 还有催 欠款的催缴 还有培训讲师等等 这都属于人力派遣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当然我们会有 人力派遣会牵涉三大部门 就是派遣公司 要派企业跟派遣员工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签订 人力派遣服务合约是 要派企业跟派遣公司来签订 那当然要派企业 他就是说要求的时候 工作关系 出勤管理 工作品质 工作指示 就派遣员工 有派遣公司派到 派遣公司派遣到 要派公司的派遣员工 要有跟那个要派公司 有工作关系 出勤管理 工作品质 工作指示的关系 那这里派遣公司 跟派遣员工里面 有劳动关系 就是说劳动企业 这就是劳机法规定的 劳动企业 方方薪资 劳健保作业 福利事项等 当然劳健保可能有加团保 有的公司有团保 所以说是这个三方面的关系 是相当密切的 所以那企业的应用派遣 他经营方面 主要是考量有三大事情 第一就是说 非核心职务外包 给派遣人员 就企业可将的一些精力 放在重点的营业目标上 那第二呢 要求财跟找人的工作 有派遣公司去做 核心人员以主管 可以专心来承办他的 或推广他的业务 那第三呢 今年来因为知识工作者 这个形态 人才纳入那个派遣业 所以改变派遣人员的层级 在未来企业在派遣 不只是在核心人物 可能在专门人才方面的 团队运作 中高阶主管 也可能会透过派遣的运用 那中高阶主管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猎人头公司 也类似这种派遣公司的 一个规范里面的一个行业 那我们谈到 我们目前 那个劳动部有一个 派遣劳工保护法的草案 因为派遣员工 都基于比较弱势 跟比正常员工的待遇 伏利都比较劝缺 所以前劳委会 就是现在劳动部 也通过了 派遣劳工保护法的草案 那这个要送到立法院来通过 那这里有一些有规定 就是说用人单位 要派公司 或派遣公司 还有派遣劳工 这上换的一个关系的规范 那他也谈到 7种行业的职缺 是不能派遣 比如说医事 保全 航空 遗传级以外的船员 还有如游艇 动力小驾驶 还有大众运输车的驾驶跟采矿 第二 其他职类如使用上 原则上是不得超过 公务人数的3% 其实你派遣员工 不能超过3%的意思 那第四就是说派遣员工 跟一般员工是同工同策的 派遣员工假如都在 要派单位里面工作一年以上的话 有权利要求转为正式员工 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定法者 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规范的地方 是不是要定法者 可以在道立法院可以讨论的研究 那另外一个就是考量公共利益 和人民安全 未来中央机关也可以公告那些禁止派遣的那些职类 那违反的人要派公司或派遣公司可能会处罰2万到30万不等 如果那个要派公司或派遣人数达到3000就超过30%的时候 可能会处罰9万到45万 这个是比较对我们派遣员工一个规范也比较一个权益的保护 这也值得我们赞赏 我们也希望立法院这一块能够尽快来通过 让我们派遣员工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权益的保护 那第三是脑力及魅力联利资本替代的劳力者 就是21世纪的时候 美国蓝领工人的比例有50年代的50%下降到10% 那其他开发国家也14% 那美国经济学教授就Rester Soro 就Soro教授他讲说 未来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 累积财富金字塔的动力是创新的知识 以知识的运用 这个知识将改变个人及国家的版图 逐渐这个知识又是用脑力来替代劳力 跟那个魅力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图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讲说 未来知识文化创意产业的时代 我们现在政府也推动这文化创意产业有一段时间 那当然我们在业界会问说 你到底知识文化的创意 你是卖脑力的 但你产值大概多少 你的百米大概多少 就是知识文化产业创意 这会在55%的方面 那服务形象管理时尚美学 比如说Model的一些卖魅力的 这大概有38% 劳力技术以后变成7% 所以以后未来的财务大致 会放在这一块 这跟我们那个 这里有一个主题处有一个分析资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90年底的时候 台敏地区执行作为知识 这个产业的 10万多家的一个调查 占全体工商业的11.2% 承受员工里面 大概189万里面 占全体工商业的员工的28% 那创意产值占了 全体工商产业的10.8% 那14.8%就类似 就这一块了 我们从全部的 假如劳力魅力 跟劳力来讲的话 就是大概以后的话 就是以知识 乃至于智慧为主的 一个经济产业为基础的 那个收入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期待 我们年轻人 学生同学们就是说 你在任何的行业里面 不管你是自然科学 或社会科学 这个领域里面都有 每一个行业都有 每一个行业的创新的 一个feel 一个范围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 做做研究 做做研究 也是值得大家来 关心的地方 那第三我们谈到 职业生涯 与人格的类别 那职业生涯 与人格类别 我们有一个统计资料 这个50%的美国工作者 及49.6%的日本工作者 对他们工作都感到不快乐 也就是说他们到 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应该平静下来 来分析你到底你工作 要是不是比较适合你的性向 或你工作有没有价值观 或你的工作 有没有跟你未来 有没有什么一个连结 或有兴趣 这息息相关 好 这段我们这边 稍微再休息一下 接下来跟大家来报告 谢谢大家 那最后我们谈到 职业生涯与类别 我们有谈到职业的兴趣 与偏好的测试 那个美国 叶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心理学教授 叫John Horan 他认为就是说 个人人格的特质 包含说动机 或是价值观 需求等等 及兴趣 与职业的抉择 有密切关系 那霍兰德教授也指出说 每一个人职业的偏好 不是相同的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职业 你喜欢找哪个职业 是不会相同的 这就是说 你要说一个每一个员工的工作 是不是说吻合与职业偏好 或说他工作与需求 他的表现 跟他所呈现的态度 是不是一致 才会显示说员工的职业满意高或低 那职业满意假如高的话 他生产力的自然费提高 那我们也谈到刚才讲说 第一就是说职业与兴趣的 偏好测试 这是那个 John Horan 约翰赫兰德所提的 那当然这个上次我们有透过这个 透过六种个性的测试 可以测试之外 其实不管你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工作 还是自然科学的工作 还是人文科学的工作 基本上一个人是会有两种以上的人格特质 譬如说你假如说是属于创意型的 你也可能会比较属于真实型的 因为创意人才比较想追求真实 那假如说你是艺术人才的话 你可能也比较会有社交 社交不就是你又有社交能力 因为霍兰德有六种人格的测试 那譬如说政治人物呢 他可能是属于社会型的 也可能属于事业型的 因为政治也是把他当事业 所以当然一个人也有三种以上的特质 但是我们当企业主 或我们当机业 或我们当老板 我们就了解我们员工 是不是属于真实型的 还是属于社交型的 还是属于保守型的 还是属于艺术型的 还是属于事业型的 还是属于创意型的 他有六种种类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新进员工 或你要拼进一些猎人头公司来的高级主管 做这方面的测试 这是赫兰岛这边的人格测试跟他职业选择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也是会谈到说 有职业毛的理论 那个美国另外一个麻省理工大学的这个教授 就是说爱的家 施恩他有谈到说 其实职业毛理论 其实是一种的职业定位 就是说你找到你的职业定位 在什么地方的意思 就施恩教授认为说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天资和能力 动机和需求态度和价值观 有了确实的了解之后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职业毛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了解自己的那个 一个个性 了解这个天资能力 那你的态度 你的职业的一种价值观是什么 一个人对自己了解越好 越高的 对自己的职业的规划是比较好的 那这里也有一张图 来跟大家的详细来说明 譬如他把这个职业毛类别 分为技术 管理 创造 安全稳定 自主独立 服务型 挑战型 生活型 当然他比那个John Holland规划的比较多 他讲说技术跟职能型 就是说既有这个能力的人 往往不愿意一般管理的知识 相反的他是选择比较 自己能够照自己的技术领域 或功能来发挥 不断地追求他的发展 那第二个管理型 就是说这种职业人 有强力的管理动机 就是说他这个人就喜欢 去带领人的意思 例子的为了领导别人 要别人去做事 但这里上次我也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这个管理要用 比较属于权威式的 不是属于压力式 或是属于权力式的 因为权威式的比较好 那第三呢 创造型就既有这种职业人 希望自己的能力去 创建属于自己的企业 或创建完全属于自己的产品服务 而勇于冒险并克服面临的障碍 这个创造型就是我们讲说R&D的部分 假如说我们分成 以往我们分成三部分 我们以往有一个英文字叫 consumopolitan 它是翻成四海派的人的意思 那四海派的人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think就是创造者 想R&D的人 那第二呢 make就是制造 就工厂的意思 制造make 那第一算缺的是贸易 贸易现在把它翻成 就是翻成这个行销 物流 或者品牌方面去的 就是把产品行销出去 所以创造型就是说 那你是在前面的R&D designer think 设计者 想着 但是你往往后面 这一块行销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一块的人 可能就要找 比较属于 服务型的人 或比较少于社交型的人 来替他来做后段的一些 营销的工作 行销的工作 那安全及稳定型 就是重职业的人 重视职业的稳定性 和工作的保障性 那这里比较典型的 就是属于一般的 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保全公司的保全人员 或那个工作司机 他们都比较属于 比较安全稳定型的人 这个属于 那这个人口是比较多的 那这种人口也是 比较受容易保障的 因为他要做比较 没有创意的事情 一直做一些比较正规的事情 他有时候会比较 比较 一直做宠物的事情 会比较波联 比较烦闷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 值得我们来研究 就是说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 比较稳定 或比较美好的生活 那也建议他们多运动 或多做一些遗漏的事情 那这自立独立行 就是正职业的人 就是一种决定自己命运 需要的驱使者 大企业中的工作 而赖别人的情况上 因为当一个人 企业中的工作的时候 即提升工作调动 薪资等各方面 难免对受别人的摆布 他就是说 他自立行 不想受别人摆布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说 那过来就服务型了 这类人追求他们 可以认可的核心价值 他们一直追寻着这种机会 即使是转换公司 他们也不会接受 不允许他们实现 这种价值的工作 便饭或工作提升 这服务型的就是说 其实它有点类似安全型 就是说 他比较从事说 我不管犯哪一个场所 我还是很认真工作的意思 这个是指引服务型 纯挑战型的 这类人喜欢解决 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 战胜强硬的对手 克服无法克服的困难 一张一张 这个纯挑战型的人 是在一个企业非常重要 就是类似事业型的人 或者是类似分析型的人 因为他认为说 别人没法解决问题 他可以解决 他透过很多的方式 方法 跟他的一些智慧 来解决 不能解决问题 那他在一个公司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企业发生什么问题的 他要主动来提供一些策略 提供一些方法 来解决 那譬如说一些企业发生 危机问题的时候 他要如何面对媒体 可能要找公关人员 来做公司的一些 面对危机的处置 要如何去 来对外来发言 那如何来 面对消费者解决问题 如何来复原 如何来对政府来报告 我发生危机怎么处理 让政府能支持你 那生活型的 既有这种职业毛的人 希望将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 整合为一个整体 喜欢平衡个人的 家庭的和职业的需要 他生活型的就是说 他把很多事情 想把它整合起来 就是说类似工作及生活型 所以我们这里强调说 我们也谈到说 我们工作会遇到压力 但是这个如何去把 工作家庭化 家庭工作化 很重要 所以生活型的人就是说 能够从工作压力中 透过运动方式 譬如宜家方式 或者是跟人家交谈 过程方式 来解决他工作的难题 而且可能也会 借由生活型态的表达 来促使他的同事 公司来参与他的团队的运作 让团队生活更加的顺畅 使生产力更加提高 让企业能够能发展 所以生活型的人 在这里也扮演 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然后我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收看 谢谢